那么在上一个课程 绚丽的倒计时效果 Converse绘图与动画基础中 我已经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了Converse绘图的基础内容 以及使用Converse制作动画的基础内容 当然在那个课程中内容相对都比较的基础 只是让大家对Converse的使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很多更加深入的知识没有介绍 那么后续我们将对于Converse的绘制和动画 这两部分内容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分别的介绍 那么在这一课就是Converse绘图的第二课 在这一课里我们将深入系统的介绍 Converse绘图的几乎是所有的相关接口的使用 相信大家在学完这一课后 就能使用Converse更加随心所欲的进行绘制了 不过在正式开始这门课之前 先要有情提醒一下 这一课对于上一课所讲的一些基本内容 虽然还会有所提及 但还是建议没有学习上一课的同学能够看一下 绚丽的倒计时效果 Converse绘图与动画基础这门课程 尤其是其中第二章的内容 其中对于Converse的创建 直线的绘制 弧线以及圆的绘制都有详细的介绍 至于更加高级的动画课程 还请大家耐一下心来 细细的学习完整个Converse的绘制课程后 我们再来一起攻克Converse的动画 另外由于这节课程要介绍很多的Converse的接口 所以我们很难把所有的知识点都揉合进一个程序里面 但是我还是争取在每一个接口上 为大家准备一个小的示范程序 来启示大家如何将这些接口使用在真实的环境里 当然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在学完这一课后 思考如何综合的应用这些Converse的接口 用Converse来做一个有意思的小程序 相信大家能够创造出让人惊讶的互联网应用的 好了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Converse的绘图之旅吧 谢谢大家